台积电在总科举办设备博览会 更令人关注的是 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 买进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激励了台股今天开高逾百点 这是巴菲特的企业集团对科技领域 罕见一次重大投资 首度进军台积电 大手笔砸下了41亿美元 相当于1275亿新台币 也使得台积电股价开高20元 早盘高点冲上了487元 大涨42元 涨幅超过9% 占回了半年限约471元 站在全世界最新的科技地位 台积电设备工程师 利用大量的AI自动化影像识别 精密感测运用和模拟技术提升效能 台积电表示 会场除了设备展示 另一个重点是新人中心 寻找优秀人才培育训练 人到公司来会有一段 非常痛苦的转接过程 那过去大家也是靠私图治 现在我们有新人中心之后 透过新人中心有比较有制度的传售 台湾拥有全球最新的半导体产业 在台积电的带动下 联电联发科上涨超过4%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 今天接受台大杰出校友表扬 分享她勇于走出舒适圈的经验 台湾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 科技业的发展却随时在变 蔡立行说有些大厂商要求 要有多个晶片供应商来源 未来趋势部分供应链 渐进式会从台湾外移 TBS新闻陈启君无熟评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